在西方國家 人們驚訝地看到 中國富豪在洛杉磯近郊 用現金買下200萬美元的豪宅 或是溫哥華街頭的留學生 打開自己難博堅尼的車門 各大車子品店裡都穿梭著不少中國人的臉孔 所有人都會懷疑 他們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呢? 美國之音諮詢了銀行業和法律界的專家 解答問題 來自中國的洗錢風險到底有多大? 犯罪分子洗錢的途徑又有哪些? 中國在防範洗錢方面 有沒有做出任何成績? 英國反洗錢專家 格雷·阿姆·巴羅對美國之音說 所謂洗錢 就是資金從中國境內的非法流出 巴羅說 過去國際反洗錢的努力 聚焦在中歐、東歐和前蘇聯加盟國上 但是現在 國際社會看到中國 這個共產主義政權下的資本主義社會 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地下錢莊 並且將資產轉移到境外 這個已經成為一個大問題 第一 賄賂官員進行洗錢 美國紐約執業律師 熟悉中國公安部運作的 高光進律師對美國之音說 一些貪官買通官僚機構 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來轉移資金 第二 是用昂貴的奢侈品洗錢 這個存在於我們時常聽到的代購中 非法資金通過奢侈品的形式 運送到海外再變演 這個也可以通過地下錢莊來實現 第三種形式是通過大量的空殼公司 英國反洗錢專家巴羅說 他們觀察到在英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 一些人使用與其中國公司相同的名字 創立空殼公司 而犯罪分子在同一個公司內 能夠自由轉移資金 中國已經被美國國務院 在2020全球獨品管制年度報告中 列為主要的洗錢國家 報告說 其慣用的洗錢方法 包括大量現鈔走私 貿易洗錢 使用影子公司 修改發票 購置地產 博彩 以及通過非法的地下錢莊洗錢